哪个小狗向我认错了呀 你惹祸了 你知不知道 你 你把妈都气成什么样了你 我跟你讲 妈说得对 妈把咱们家的每个孩子 看得都特别重要 你小的时候妈对你可好了 你出生的时候 大姐就在旁边 不光是你 就是小妹啊 也是大姐帮着给接生的 只是大姐以前啊 不愿意告诉你们 怕你们会觉得 我怎么会是在家里出生的 妈那个人就那个性 妈生气从来不过夜 真的不过夜 她打大姐 那纯属是瞎比我瞎炸火 从来都不真打 有一年 大姐呀 把爸爸给气的呀 爸就打大姐 当时妈啊 还帮着拦来着 妈那鸡毛胆子 象征着咱妈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呀 也就是你哥哥 知道妈呀 不是真打我 所以妈十次要鸡毛胆子 九次都是你大哥给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大姐如果骗你 大姐就是小狗 行了 听大姐的话 赶紧给咱妈道歉去 我跟你说 咱妈就有这种人 你只要今天道歉了 明天她肯定就忘了 走啊 天着呢呀 而且得好好说啊 走 我跟妈道歉去啊 我跟妈说 我错了 直错就改 才是妈妈的好女儿 妈 小楚说了 她以后啊 再也不敢这样对您了 你让她自己说 瞎唱会 我不说 那刚才是哪个小狗 向我认错了呀 好了好了 妈 你也真是的 怎么那么厉害呀 去去去 滚一边去 滚一边去 好好好 看 妈呀 让咱滚了 咱赶紧滚吧 滚了赶紧滚吧 快走 肯定是小楚搞的鬼 灵芡啊 再来不再来啊 你拿着 妈 刘倩 速决呢 他去找徐老师问情况去了 问什么问呢 等速决回来 你告诉他啊 小楚捣鬼的事 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呀 妈 我也觉得是小楚搞的鬼 那你干嘛不直接问小楚啊 那问这事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傻老大要知道小楚反对 这事还能成吗 还真是的 你说你是傻呀 还是明白呀 我怎么也傻了呢 宝贝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你好 你家连夏天的衣服都上来了呀 那今天我们家是第一家 来 我给你借人家新馆 来来来来来 快去看 来来来来来 这个好看 好了啊 淼淼 你干什么这 苏妖 苏妖 快快 把她明儿让我抱走 抱走 来来来来 来 跟司仪啊 走走走 慢点啊 你今儿干嘛去了 我找了你半天哪 我告诉你啊 人许老师去点一下了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人家出了学校 校长有事给找回去了 自己可是打车过来的 那会不会已经把你给接走了 我告诉你啊 明天中午十二点 人家请你在那个南家饭馆上 吃饭 素爵 我发现这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这 瞧你这话说的真没劲啊 好像有内管的闲事似的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里边请 里边请 欢迎光临啊 这边 快快快 赶紧回家回家 都不饿呀都 一根根了 你等会儿 刚才大姐跟你叨叨什么呢 不该你问的别问 上车上车上车 行 你别开车了 你走过去吧 小心眼儿啊你这人真没劲 说 就是 那地雷的命令让我探出来了 大姐他们今儿没见成面 全让小处给搅和他 真是小处啊 嘘 你小声点 你这样能听着 快上车 素晓 你赶紧的 早不早了回家了 行了行了来了啊 来了来了 赵素爵你最好 走回家了 我这前胸碗贴后背了 饿得到 好 该说的我都说了 小处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我给三姐打电话 三姐说 你在偷换概念了 把大姐当成妈了 天底下有哪个孩子 希望自己的妈 第二次嫁人呢 其实五姐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想 这辈子你没有生育能力了 也不会结婚有男朋友了 大姐就是你的依靠 你想跟着大姐一辈子 你呀 就是整天胡想 你说 就算大姐结婚了 她会抛弃你吗 再说 还有我 还有妈 还有二姐三姐四姐 大家都不会抛弃你的 你说五姐说得对不对 小处 你这是怎么了 小处 你这是怎么了 小处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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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处 这是怎么了 做噩梦吗 大姐 大姐 你走吧 你去结婚吧 我会好的 说什么呢 小处 不许好说啊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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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傻老大 怎么就没有反应过来呢 小处 你听大姐的 大姐不会结婚的 大姐不会结婚 丢下你一个人走的啊 你放心吧 大姐不会结婚的啊 大姐 是我不好不好 都是我不好 不是 不是 我不应该拦着你 我知道大姐遇到好人了 大姐不结婚了 小处 不哭了 大姐永远也不离开你啊 哎 十一点四十了啊 时间到了 赶紧的 什么时间到了 嘿 吃饭哪 十二点人不请你吃饭呢嘛 不去 不是 你再不去以后可没机会了啊 就是啊 大姐 是不是小处跟你说什么了 小处什么都没说 我去见那个老师 纯属是糊弄咱妈去吧 你这哪儿糊弄咱妈呢 你这不拿我开涮呢嘛 嘿 少大 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俩到底谁傻啊 你傻 我 他他他他 我比后二那儿傻的还傻 真是 一儿去 大姐 闭嘴 你都不明白 也行吗 好吗 你也行吗 你去哪儿呢 我来哪儿呢 我去哪儿呢 感谢观看